6月3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北京表示 她与香港特区政府十分支持涉港国安立法 会全面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立法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 当天在中南海会见了林郑月娥一行 听取了特区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问题的意见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十分支持涉港国安立法 会全面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立法工作 特区政府也要建立执行机制,加强执法能力,开展国家安全教育 国家安全是头等的大事 它不单是国家的事,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 也是700多万香港人保证安全的事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能把这个事做好 但反而过去一年,我们见到香港很乱 香港出现了很多一些暴力的事件 也有一些人在鼓吹港独 所以中央到了这个时候要主动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做一个法律 我觉得中央是行使它的限制的责任,也是爱护香港的体现 对于美国方面声称将对香港采取所谓制裁措施 林郑月娥也做出了回应 所谓的制裁,所谓的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的 我叫这个是恐吓 第一,这个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因为每一个国家都要为自己的国家的领土上面 每一个角落都有国家安全 所以香港不能例外 第二就是香港的独特的地位是来自于一国两制 来自于基本法 包括我们一个独立的关税区 我们的自由港 我们的金融中心 所以我也看不到一个制裁 能怎么影响香港 林郑月娥还表示 希望有关国家尊重中国对涉港国安立法的立场 不要单方面做出一些对双方关系带来负面影响的事